新冠病毒的魔爪从东马沙巴一路延伸到西马半岛 多个州属先后从绿区转红 各州卫生局无不绷紧了神经 随着彭恒州近日路的失踪确诊病例 州政府决定重新收紧管制措施 规定出现胡越病例限属的商业活动 从即日起缩短营业时间到5月12点 但医药中心诊所和邮站不受影响 彭恒州政府秘书纳都斯里沙烈胡丁 今天发文告宣布 凡是出现胡越病例的限属 一切非必要商业活动 包括便利店以及休闲与社交活动 必须在5月12点结束及日起生效 此外所有超过百人的群聚活动 必须从发现最新确诊病例那天开始算起 停办14天 而胡越病例地区的清真寺 祈祷室 宗教场所 以及日常市集和夜市也必须关闭两个星期 沙烈胡丁指出 虽然周内发生多宗从沙巴回来后确诊的个案 但疫情依然受到控制 周政府鼓励9月27号从沙巴返回彭恒的人士 在抵达机场后居家隔离14天 并鼓励他们在第13天再次接受病毒检测 根据官方统计 截至9月30号中午12点 彭恒再增加两宗确诊病例 患者都是来自关丹 目前关丹已经录得6宗确诊病例 而连突4宗全州累计10例确诊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